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关心 今天凌晨五点多 七毒友瑞华新一路就遭人烂倒了 约一顿重的废弃物 夸张的占据了一个车道 就连友瑞锡也遭到波及 警方及环保局人员封锁现场 调阅沿路监视器追查凶手 看到华新一路堆满将近一个成人高的废弃物 市议员杨秀玉到场直呼好夸张 我们是不是请我们这个环保局相关单位 是不是要进驻查办 我们七毒本来就是山区非常的多 可以说是好山好水 那也这个整个严重破坏到 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生态 包括用路人的安全 大批的银件废弃物堆满在马路上 占据一个车道 环保局拉起了封锁线 避免波及行经车辆 现在由警方协助我们 就是调阅附近的监视器 看能不能车辆出路 来追查这个行为人 那依废弃物心理法的话 我们当然追查到行为人之后 我们就会依废弃物心理法来开罚 地点在基隆七堵 滑溪一路上 一早居民五点多出门 竟然发现平常散步的道路 招人烂到废弃物 就连有瑞西都招殃 环保局员人在垃圾堆中仔细翻找 希望能够找出蛛丝马迹 早上接获民众报案 在七堵区的华星一路 有被请到废弃物 那金派员到现场财政 那本分局将会协助环保局 尽速调阅周边监视器 以厘清相关的状况 过去偏远的七堵产业道路 成为不孝业者烂到天堂 这一回连居民生活进出的道路 都无一幸免 夸张的行径 警方要在最短时间揪出凶手 记者黄少民金洋报道 被视为金洋市空屋元凶之一的 协和电厂计划转型为蓝气发电 不过四阶计划需要填海造路 引发破坏生态的疑虑 金洋市议员张渊祥等人 与多个环保团体 就到金洋市政府举办快闪活动 呼吁金洋市政府应该要表达立场 林佑昌市长 林佑昌市长 救救珊瑚 救救珊瑚 张渊祥 陈薇仲及王省之等 金洋市跨党派议员 与多个环保团体 用针织仿造珊瑚及海洋生物等道具 在金洋市政府前上演一场快闪活动 为了就是要为无法说话的 外木山海洋生物请命 反对台电为了推动协和发电厂 能源转型计划 在外木山进行天海照路 过去这两年多来 协和的世界环平 金洋市政府的声音在哪里 金洋市政府有认真的去面对 我们海洋自由浩劫损损失的问题吗 还是就只是默不坑深的 看着我们中央政府怎么样来做决定 天海照路 18.6公顷 等于443座篮球场这么大的面积 将直接活埋海底下七万多株的珊瑚 更赶走保育类的待命 绿西龟 更会让我们外木山海洋生态消失的四分之一 不要最烂的天海照路方案在我们外木山 破坏我们真实的外木山海岸 今天大家来到这里 就是要为这些没有办法说话的七万多株珊瑚 五万多尾的鱼类 还有五公里长的天栏外木山海岸来发生 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次要求政府 我们外木山不要说再见 听海哭的声音 请愿民众更齐唱张慧妹知名歌曲《听海》 呼吁金融市政府也能听听海的声音 在下个月四接最后一次的环评会议中 表达明确立场 在你离开基隆之前 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听海的声音 三百五十万立方公尺的土方 直接这样倒进海中 掩埋七万株高纬度的双肘孔珊瑚 这个是我们地方政府可以没有声音的事件吗 对于这场快散活动 金融市长林又常回应表示 上任七年来 金融市政府对环境保育 及环境议题的重视有目共睹 他强调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支持人员转型的前提下 金融市政府会持续要求督促台电提出 尽可能降低环境影响的方案 并与社会各界充分沟通 市议会包括总质询 还有包括在我们的临时会 几位议员大概都把他们的意见 都做了一些说明跟他们的一些呈现 不过当然这些说明跟呈现 跟实际上可能有许多的一个落差 但这是中央的一个案件 主导的并不是在金融市政府 金融市政府对环境的一个保护 还有对环境的一个议题 我相信七年来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大家的一个目标方向是一致的 大家一起去努力 据我了解 台电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视 我相信他们也就未来填竹了一个最小的面积 怎么样让面积极小化在努力当中 所以我想就市政府的角度 我们就是不断的要求跟督促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道 金融市长林又昌上任七年来 积极引导基隆翻转蜕变 成果有目共睹 根据一份最新的电视民调显示 有近八成的金融市民满意林又昌的市政表现 更有超过八成的市民肯定林又昌 为金融带来的进步与改变 不管是正在新建中的成绩转运站 及中车公园树梯 还是日前陆续完工启用的 正兵就业会大楼 沙湾文化园区 太平清鸟 还有已经成为全国知名打卡景点的 正兵渔港色彩屋及望海象景观桥等 金融市长林又昌上任七年 让金融市彻底翻转蜕变 也大幅提升市民光荣感 根据一份最新电视民调显示 有将近八成的金融市民满意 林又昌的市政表现 更有超过八成市民肯定 林又昌为金融带来进步与改变 对此金融市长林又昌 特别感谢市府同仁的辛勤努力 与市民支持 也强调会把握每一天继续加油 这几年金融市的一个发展跟进步 不只是我们金融市民有感 我相信来到金融的全国其他县市的民众也有感 那因为我到这个月的12月的25号 我也就已经任满七周年 我想我们会交出一张漂亮的一个成绩单来 给所有的金融市民 那我想金融的一个进步跟改变 不只是对金融有意义 而是在过去这么辛苦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的市政满意度 是全国调车尾 在我刚上任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负债比又是全国的第三高 那此外又是最不快乐 最不幸福的城市 失业率、离婚率、自杀率最高的三高城市 但我们在短短的几年里面可以翻转这些 这个成就其实不只是我个人 其实还包括我们金融市议会 甚至是很多我们金融市政府的同仁 大家一起核心努力 那市民给我们支持跟鼓励 才有办法成就 所以我想谢谢市民给我们的一个鼓励跟支持 那我们会把握住每一天 然后继续加油 刘畅进一步表示 明年4月登场的城市博览会 将会总结基隆过去七年翻转的经验 也是城市空间的展现 将在整个城市的场域进行布展 请大家拭目以待 明年很重要就是城市的博览会 在4月底跟5月初要来举办10天 那这个是把我们整个城市翻转的一个经验 来做一个总结 那另外它不只是一个展览而已 而是整个城市空间的一个展现 所以是在户外的整个城市的场域来进行策展 而不是在一个室内的空间 我想这一点大家拭目以待 随着疫情持续趋缓 牛舱也透露探索梦号 有机会在明年1月复航 邮轮产业是基隆近年新的城市异象 基隆也是亚洲最佳国际邮轮母港之一 到时候结合城市博览会 将会呈现新的城市风貌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未在热高中旁的石泉亭公园 终于改造完成了 地方居民欢喜迎接 市议员余三发与甘城里里长余秀珍 特别举办亲子活动 进行实验型的市集 邀请社区手作达人及长照机构来摆摊 期待石泉亭公园成为里面活动的基地 一包一包一包 手助饼干 长照机构设摊 帮民众凉血压 还有亲子互动摊位 经过市议员余三发多年争取 石泉亭公园终于改造完成 摸石子的六滑梯及周边的运动器材 和过去自业茂密的昏暗环境相比 现在公园的视线场地变得开阔 民众很欢喜 这么跨都很宽 花种得很漂亮 六滑梯都伸出来了 没有啊 以前六滑梯这边不一样啊 对啊 这次用最小的经费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最少的经费 终于把这个地方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改造 不然从前都是这边补一点 那边修一点 那边改造一点 总是一直看不到说它整个的一个大的突破 那么这一次的大突破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经费集中在一起 把两年多来的经费凑在一起 一次性的把它做一个大幅的改造 这样才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变 那么未来我们最期待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大概还是这个公园的三分之一而已 后面还有三分之二的空间 当然这几年来我们在这边还不错的 迎接新的公园启用 甘城里里长邀请李明一起来热闹 对于未来公园的使用方式 民众纷纷写下意见 以前就是一个圆环 没什么 就是有几个椅子 现在有活动 有那个流滑梯 有亲子 有接台 这个在那边活动非常好 也希望说 借由这个活动 来实验看看 以后我们的公园 是不是可以办这种类似小型的市集活动 或者是这些园游会 让李明大家 我们社区有一些达人 或者是说我们社区 有做这些特殊才艺的人 都可以来我们这个公园里面去展现出来 尽管天空不作美 外面下着雨 但李明纷纷来热闹 希望公园成为李明更多的实验基地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为了让七堵区民的二路 及光明路口的交通更为顺畅安全 金融市议员杨秀玉 特地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并确定调整这个路口的耗置运作 让车流更顺畅 为了让七堵区民的二路 及光明路口的交通更顺畅安全 金融市议员杨秀玉 特地邀请金融市政府交通处 以及警察局第三分局人员到现场会刊 并且确定调整这个路口的耗置运作 让车流更顺畅 就是有关于光明路往台北的方向 南向神圳绿灯状态的提醒 还有光明路往基隆方向 就是那个灯向神圳绿灯 它是不是在外侧的执行 外侧的执行能够让它 它就是说两边都是绿灯 能够能够能够变它的车通很顺畅 那刚刚经过车通就还有 第五组三分级第五组的一个 整个一个实际的勘察 决议就是说会超的那个秒差 让我们在就是说北向跟南向 这方向在呈现的时候 如果红绿灯能够同时那个方向 也就是经过现场会看后 光明路往台北 也就是南下的方向绿灯时 光明路往基隆 也就是北上的号制 是全红灯的状态 但是外侧执行车应该可以行驶 让车流更加顺畅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中山区 德和国向有进出口牌楼外的 文化路路口车流量大 根据统计议这个十字路口的 交通事故也多 市议员张炳俊就特地邀请 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并且研议拆掉 德和国小进出口处的牌楼 以及旁边的人行路桥 来提升整体的交通安全 基隆市中山区德和国小 进出口牌楼外的文化路路口 由于和通往外木山湖海路的 进出口警铃又平行 大小车流量导致这个十字路口的 交通事故意外频传 包括像学校的同仁 还有老师的部分 还有学生家长的部分 常常跟我们反映这个路口 安全性非常的不好 那尤其家长有时候接送的问题 常常胆暂薪金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 翼座会同的教育处 还有交通处 还有公务处的部分 来彻底解决我们学校这个 长久以来交通安全的问题 这个叫门口 这个十字路口 常常发生交通意外 他能够说能够 尽量能够改善着 让人家觉得 没有那个四线的阻碍 能够更方便人民的进出 也因此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不仅在基隆市议会总质询中 就提出必须改善这个路口交通安全的建议 近日更特地邀及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研议拆掉德和国小进出口处的牌楼 以及旁边的人形路桥 提升整体的交通安全 第一个我们会来去研议将这个路桥把它拆掉 第二个把我们德和国小和我们的出入口站牌楼 也把它拆掉 让这边整个的四线变得更方便 然后呢 保障我们这些交通意外 不要再那么频繁的发生 当然我也会持续继续输入我们政府这边 尽快把这些不管是路桥也好 或是德和国小牌楼也好 把它拆除掉 还给我们不管是居民 学童 老师 家长 一个行的安全 不要再有车祸的发生的意外 跟公务座一并来去做这个人行道的这个规划 还有就是配合校门开除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周边的路口的部分 我们会重新来去做规划 那也感谢那个我们交通部这边 他也会协助我们 不管是号制的设置 或者是我们标线的划设的话 他也会一定会做考虑 由于这座路桥已经很少有民众在行走 而拆掉德和国小出入口的牌楼 也获得教育处的同意 张炳钧希望市政府能够尽快办理拆除工作 您看过变魔术那么魔术绘本呢 人爱乐林学习中心最近开设了魔术绘本的课程 相当受到引发长辈的喜爱 甚至有人还从台北跑来上课 不少学员表示上完课通体舒畅 心情愉快 比复健还有效 到底什么课这么厉害呢 听说上完比去复健还有效 很快乐 从头笑到尾 然后又有复健的功能 手脚都很厉害 蛮快乐的 或许可以带给我身边的人一些快乐 是这样子 接谱课牌 玩套圈圈 看起来很简单的事 怎么到手上就变掉了 魔术的厉害之处就在这儿 准备好了没有 好 一把决胜复 一二三 全身关注的爷爷奶奶 顿时都变成了小朋友 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忘光 大家动手动脑 发现厉害的魔术师 都是苦练出来的 吴俊辉老师述说自己的故事 结合世界各地的绘本 不利大哥大姐 不管什么事一定要开心付出 不要计较 人生的下半场会非常精彩 把这些魔术 就是都能够对长者的手指运动 然后让他们脑部的开发有帮助 让他们在手指灵活 让他们手背能够更加的充裕的 去掌握他们的身体 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的 身心灵的快乐跟愉悦感 那这个东西 甚至它比在医疗上做的复健还有功能 一旦得到这功力 在家秀一段顿时成为风雨人物 这堂课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 我会把这个快乐给我四个孙子一起 上这个课程的时候 会忘掉所有的环绕 就是环绕环绕 它是从我们的魔术中 让我们代言体验到 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历练 然后带给他们一些欢乐 所以他们第一堂课觉得玩得非常开心 后来好多好朋友 再去找他的好朋友 这堂课都不用宣传 大家好康相报 很快秒杀 魔术威力之大 让成功回小的小朋友一下课 就冲进来加入 动手动筋骨 更要动脑寻找破解魔术的蛛丝马鸡 每个人手中一支魔术棒 变出人生精彩的下半场 记住蔡小军采访报道 想要和朋友一起去海边走走吗 想要到打卡景点拍美照吗 快来参加全国万人剑走大会师 让您装重愿望一次满足 来就送精美纪念品 现场还可以抽大奖哦 12月19号上午8点 与您相约在外幕深渝港旁广场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不住豪宅开银车 我想要天天杀银银牌包 断断吃高级热力 来 现在签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啦 行行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勾证时 要确认证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真的很不容易 守护重要的家人 让我们祝您一臂之力 基隆市政府协助就业弱失租群 提供各种协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真材活动 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圣诞节快到了 除了火鸡大餐外 欧洲还有烧鹅圣诞大餐 为了要推广优质的国产鹅肉 中华民国水情产业促进协会 特别邀请国宴主厨江姓毅 示范如何在家 以国产鹅肉搭配简易的食材 轻松做出美味的法式鹅排料理 肉色粉嫩的鹅排 在铁锅上煎得直直作响 扑鼻香味令人食指大动 不过鹅排要怎么烹煮 才会最鲜的美味 就让国宴主厨来说明 冷锅不放油 然后慢慢煎 然后把它油倒出来 然后等它整个皮酥脆以后 再把它翻过来 那翻过来以后 我们大概再煎个两三分钟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静置 那静置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刚刚有讲 其实鹅胸的部分 它最好的熟成 最好吃的熟成的 大概是在七分熟左右 除了保留鹅肉原味香气的香煎鹅排 还有烟熏鹅腿以及鹅嗓 直接食用或是做成沙拉 就是一道简单美味的料理 中华民国水情产业促进会 近年来积极鼓励会员 以及云林养殖户 尝试多元的鹅肉加工产品 我们的国产鹅肉 鹅本身就是草食动物 我们就是用木草 南韦草 还是青鸽鸽鸽鸽 所以我们的鹅肉吃起来 鲜鱼特别都好 比其他的肉鱼都好 我们过去都是 鹅都是整只在消费 那现在的家庭结构都改变了 一个家庭里面 人口都大概三四个 那很难说一只整只鹅买回去 政府也在协助产业 去设置这些能链的设备 然后从屠宰分切 到部位肉出来包装 可以到各个行销通路 甚至网购通路 鹅肉营养价值高又低胆固存 民众在准备过圣诞节 不妨透过网络轻松选购鹅肉产品 为圣诞大餐增添更多新意 记者李熙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一家手工饼干店 一开始业者是从市场摆摊起家 一路发展到拥有独立工厂 最后是精致店面 吸引了五星级的饭店与新人 业者在参加台北店家改造计划后 图显品牌故事与包装价值 创造有劲一点的消费体验 没关系别难过让你咬一口 你有看过会说话的手工饼干吗 这间位于东区宗孝东路四段的 手工饼干店 以暖心文字对话框小卡设计 让民众借由产品传递心情 拓展消费者体验与送礼市场 其实饼干这种甜点的东西 是可以温暖人心的 那也希望客人在来这边 购买手工饼干的同时 他要送给他的闺蜜 送给他的老师 送给他的 就是老师 不只是学生送给老师 老师送给学生 都希望在 透过这个手工饼干 能传达他心里面 想要给这个 接受送礼的这个朋友 一些些心里面的话 最主要的是 他告诉了我们说 其实饼干 我们之前一直觉得 就是饼干 那就是客人进来买 就是送你送你就是这样子 我们希望客人在吃这些休闲零食的时候 他也可以对他的身体 没有任何上面的负担 无论是结婚喜饼 下午茶点心 明月礼或是节庆小物 都可以参考这间手工饼干店 包装设计的巧思 与感性服务 创意产品 都是民众好选择 尤其今日圣诞节将近 老板也推出应景 可爱的造型饼干 供不应求 我们这次配合圣诞节 有做了五款的圣诞造型饼干 有雪人 有圣诞雪人 然后我们还有圣诞树 圣诞树是抹茶口味的 还有姜饼 我们每一年的十二月的圣诞节 才会推出姜饼口味的饼干 所以就是姜饼人 那还有我们梅子 我们把枫叶 枫叶它是 有点算粉红色的 我们把枫叶研发成 制造成一个酸梅口味的饼干 那我们还有一个圣诞铃铛 那这个圣诞铃铛 我们做起来的是巧克力口味 所以我们今年有五款 店里的手工饼干 品项多达四十多种 各种口味样样有 包括融化少女心的彩虹外形 添加燕麦的养生饼 与下足用料的巧克力饼干 层层排列的选项供民众多元选择 搭配店内温暖氛围 与老板的热情招待 疗愈人心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 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一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要查证 中佳祁团关心您